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五大生产基地 位于中国广东新汇的厂房最为庞大 中国也成为最重要的业务市场 2007年 李锦记把中国销售总部由广州迁移至上海 今年业务不断突破 足证策略及定位正确 为进一步拓展市场 2015年于上海徐汇区南宁路970号 购入商业写字楼为中国销售新总部 并冠名李锦记大厦 李锦记把握机遇投资这个全国重点经济中心 在中国持续发展和增长 凸显了李锦记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也表现出集团的宏图宏志 2016年12月17日 上海李锦记大厦举行盛大的落成开幕典礼 李文达集团主席 李慧中酱料集团主席 会同李锦记家族成员及世界各地的贵宾 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让我们掌声有请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慧中先生 上台带领我们做集团掌声 有请 请全体起立 准备一二三 下面我们有请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 为我们致辞 大家掌声欢迎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同事 大家早上好 我首先说个秘密给大家知道 我的秘密就是 服务李锦记63年 欢迎大家参加李锦记大厦 落成开幕典礼 大家都知道 我祖父李锦常 在这个1888年 发明豪游 创办李锦记 经历四代人的努力 今天已经发展成为 跨国的民族企业 李锦记 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 决定回祖国 发展 并依新会 黄布 我们中国 沈阳 福州等地 设立生产基地 我们在这个2007年 把中国销售的总部 搬到这个上海 我们锐意拓展 国内的业务 至此已经取得卓宜的成就 所以决定在上海 置业 扎根 继续 智力 推广 国内的业务 李锦记大厦落成体用 不仅代表李锦记对国内发展的信心 更加表彰我们对祖国的繁明 引定的信心 展示我们对助力 国家的经济发展 承担 希望在座各位领导 和合作伙伴 揮手协助 达成李锦记的会员 多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李文大主席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而遇 家庭 幸福 那下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再次有请 李锦记将料集团主席 李慧中先生 上台致辞 有请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同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 李锦记大厦落成的开幕典礼 李锦记一直非常重视 中国的市场 八十年代 国内改革开放 我们把握机会 正在中国的市场 多年来 我们以上海为 销售的总部 并在多个城市 其他的分工师 从南到北 有好管理中国的市场业务 去年 我们在首位区政府的鼓励下 在一月内 签订了一项书 购买这个李锦记大厦 作为中国区销售的总部 现在大厦落成开幕 我们特别要多谢 首位区领导的支持 李锦记 李锦记没有这个首预的两个字 在深大厦落成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 只可天使地利盈火 让我们的同事发挥他们的潜能 争取市场 支持本身我们的使命 发扬中华要收人生门口 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工作顺利 谢谢大家 一点左眼 生意新楼 二点右眼 裁员广进 三点天灵 前程四景 好 最后请嘉宾把红包放入狮子的口中 好 我们启动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六 三 二 一 好 五 三 二 一 好 三 二 一 好 三 二 二 一 好 三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國這30年來有很多變化 改革開放 飲食文化一直在變 消費者很多選擇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還有很多潛力 給予我們一個市場 中國有13億人 一個省份有幾千萬人 上海是一個中國最Vibrant的城市 所以對影響全中國市場的動向 所以我們為何選擇在上海 又得到當地領導政府的支持 鼓勵天時地利日 今次有一個新寫字樓做好之後 希望同事有一個好的環境 讓他們可以盡量發揮 透過董事局的好家族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有個人才 大家去同一個夢想一起共同努力 再創輝 李靖基的發展它是有一個階段 我覺得現在屬於一個大發展的階段 不僅僅是醬料 而且在老建品這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這個大樓的買過來 大樓的成功地成為我們的教授總部 意味著李靖基的事業還有上一個新的台階 為了發展得更快 今後發展得更快 更興奮 所以祝願他們 將這事業興奮 能夠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這次來都很意外 因為我第一次來 我沒有上來上海很多年 感覺很舒服 這裡很自然 我相信李靖基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根本已經失業了 實在我都放了手 因為他們已經比我做得更好 後浪推前浪 他們發展得更好 同時他們看到很多遠景 在這個行業 真的很有前途 中華飲食文化 好像是一個優秀的飲食文化 還有很多空間 他們發展 最重要是他們下一代 真是後浪推前浪 我願望是希望他們持續 出現的步驟 可以說得真老外 安慰 對 此季上海李錦記大廈落成開幕典禮 集團成邀世界各地的生意夥伴 顧問大師及親朋好友等 合共兩百多人 齊及上海 十二月十六日 於靖安香格里拉酒店 舉行了歡迎晚宴 好友敘舊相互問安 賓客祭歡 期待明日的盛會 期待明日的盛會 我的曾祖父李錦昌先生 在中國方面的好友 經過世代人的勞力 從中國人的地方 有李錦記 我的願望是發展到人的地方 也有李錦記 自從李錦記的產品 隨著國家 神九 神十 三十一日 載人的飛船上了太空 我們也秋原我們的夢想 就沒有人的地方 也有李錦記的產品 明天李錦記大廈落成開幕 這個是我們中國史上 一個重要的旅行碑 在這裡 我又感謝大家幫忙中 抽空來到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個喜悅 先祝大家 共享我們今天的晚宴 最好祝大家身體健康 大全幸福 共享勝利 謝謝大家 比一下 非常高興 有了 十一天 吃 美麗 全開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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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创意启动了整个工程 李锦记自上而下集思广益 结合员工的实际需求 在设计风格上融合了品牌特色 与西方现代办公风格 形成美观而实用的整体架构 为确保上海李锦记大厦的完工效果 实现中销员工与李锦记共享发展果实 主席多次于百忙中亲临视察 二零一六年八月 私立及人时与牌匾正式搬入 这座舒适现代的办公楼 历经数月 终于宣告完成 二零一六年九月 李锦记中销员工在旧大楼集体打包 搬迁前往上海李锦记大厦 在私立及人精神的土壤下 上海李锦记大厦在此扎根 多媒体化的前台 能够快速衔接访客咨询 更加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 给予了员工立体化的视野 带来了更直观的工作体验 刚搬进办公大楼的时候 就被这里的一切都惊艳到了 让在这里办公都感觉空间非常大 整个办公体验都非常地舒心 设备齐全的多种会议室 满足了不同会议的需求 扩充了工作容量 提高了每位员工的时间效能 舒适的休息区和茶水间 设有咖啡机 茶壶 冰箱 最大程度满足了 劳逸结合的诉求 公司可能有考虑到 我们大家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会帮我们 安排了很多个休息室 相对说大家在交流上 也感觉会更惬意一些 公司还专门设置了五音室 感觉公司想的还是蛮周到的 让我们觉得心里非常感动 一共有三个楼层 然后当中还有一个富士楼梯 可以供到楼下来 那这样的话 更加拉近了我们 总部和其他的区域的一些距离 极具特色的25楼品牌体验中心 由四大区域组成 品牌展示走廊 这是一个3D立体互动区域 通过产品投影 全景合照 触摸体验等设置 演绎百年离井记的品牌故事 多角度全方位展示着 永远创业精神 配备进口夹层煮锅 和高压灭菌器的研发中心 设置了研发专用办公室 实验室 主料间 感官品评室 和测试厨房五个功能区域 能够支持新产品的研发测试 和样品的小规模生产 专业设备齐聚的厨艺工作坊 不仅能够用于厨艺课堂 和日常培训的开展 更能支持厨艺大师们的 专业技术研发 25楼东南侧的多功能厅 是一个可以容纳 全体员工的大型会堂 同时根据各种不同场合的需要 又能够灵活分割为四个大会议室 和一个宴会厅 秉承品牌精神 关爱员工感受 上海李锦记大厦 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办公场所 同时也充满了人文关怀 和蓬勃向上的奋斗朝气 李锦记一直追求开放 直接透明的人性化管理方式 产生更大的影响 发挥巨大的价值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在搬入这座新大楼后 李锦记中宵将以务实诚信的态度 挥洒汗水 乘风破浪 永远创业 祝旧未来 巴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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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